因為我們在這段時間產生了26宗的個案 這26宗只是我們已經知道 有些病徵不明顯的病人 可能數目比這個數目更多都不定 變成在這樣的情形裡面 我們不能夠排除有機會 是會隨著人的活動 將那個病毒帶到一個不同的社區裡面 蚊裡面從咬了一個受感染的人 病毒去到腸裡 例如一個星期左右 有時候會長一個至兩星期左右 由腸去到胎液線 在胎液線咬人的時候 病毒先會隨著咬人的時候 分泌進去走入人的身體裡面 其實如果你將兩個的潛伏期加起來 其實裡面需要兩三星期 變成我們其實第二波的出現 很可能是接下來的星期 我們剛剛開學時間就會出現 我們在 是什麼時候會找這個 應該會在免討恩 我們就應該可以用這個 我們在鬼子彭州走入人的 我們在這裡